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去看夜间动物园吗 怎么却是一群人在表演 别急 这是夜间动物园的一个和游客互动的表演节目 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 不过这位游客吹火的技术那可就有点差劲了 经过一番努力 他最后终于成功了 接下来惊心动魄的一刻就要开始了 这名游客他真的能把点着的火把放进自己的嘴巴里吗 原来是一场虚惊 算了 还是让专业人士来为大家继续表演吧 这些演员那可都是些浴火的高手 在此我们可要郑重声明危险动作 进入魔法 好了都说新加坡没有夜生活 但是你看我现在 现在是夜里快要九点钟了 可是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 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新加坡的夜间动物园 这可不是一般的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是在夜间开放的 而且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园呢 现在马上开始吧 来 新加坡夜间动物园游玩有两个发宝 是必备的 一张是地图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我手中的游览票 那游览票它包括入园票 还有一张就是这样一个动物花纹的游览车 因为其实夜间动物园 它是为了保护游客以及动物的安全 它要求游客都坐这样一个游览车 比较方便比较安全的 可以看到各种夜间动物的活动状态 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个夜间动物之旅吧 哈喽 你们看得见我吗 其实这就是夜间动物园的一大特色 就是它的灯光比较暗 除了带你看到动物园有光之外 其余都是仿照它通常的夜间生活状态 然后呢我们坐的这个小火车 你是不可以使用任何闪光 快看那边有什么 哇 火烈鸟 一群火烈鸟正自由自在地在水中嬉戏 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惊扰到它们 看得见我吗 我现在离动物真的很近 会觉得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它们 这就是夜间动物园的魅力之一 然后再往前走 又可以看到另外的一种动物 是仙鹤吗 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在1994年创立 是全世界第一座夜间动物园 这里的动物全是在夜间活动的 在这里动物不用各种围栏和游客隔离开 而是采用溪流 岩石 树干为天然屏障 营造出一种让游客和动物 可以亲密接触的感觉 在这间野生动物园里 拥有130种动物 其中35%是宾微物种 动物区的灯光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在这种仿造月光的特别照明下 游客可以在宽阔的自然机析地中 观察这些夜行动物的行踪 其实这个夜间动物园的小火车旅程 是分四个端的 那我们先到了第一站 短短差不多十多分钟的旅程吧 已经让我们觉得到处充满的惊喜了 我们看到了火灭鸟 还有不知名的那种水塔型的动物 还有什么仙鹤 熊 狮子 我们全都看到了 而且离我们真的是近在之前 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 特别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让我们觉得 它们真的离我们很近了 但是彼此有感觉到那么的安全 动物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惊吓到它们 而我们也不觉得受到动物的威胁 我想这就是夜间动物园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吧 这里长径鹿和斑马 正在悠闲地吃着自己的晚餐 而在不远处 非洲猎狗则是不停地走来走去 不过在这里 它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 逝者生存的惨烈战斗 老虎也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栖息地 在这里 它是当然的丛林之王 所有的一切都不放在他的眼里 一群野猪正在觅食 这样的场面 在一般的动物园 那可是见不到的 当然了 动物中的巨无霸 大象也是必不可少的 它们那悠闲的步伐 似乎在告诉每一个游客 在这里 我说了算 其实在你的整个旅途开始之前 在你的小火车开动之前 会有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你招相 那么你要展示你最好的笑容 他们会在你游览的过程当中 把你的照片冲洗出来 就像这边照片墙上展示的一样 然后他们配上 他们具有特色的一个相片框 上面有小动物的一些图案 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 在你离开这个夜间动物园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只要花十心币 就可以拿走它了 一提起好莱坞 我相信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 自己看过的无数美国大片 电影当中的许多角色和场景 许多人都不会忘记 如果能够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和这些梦想当中的场景 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那真的是太美妙了 那我告诉你啊 在新加坡就有这么一个地方 它能够满足你的这些小小的梦想 圣桃沙是新加坡著名的景点 但是近年来有一个地方 已经超过了圣桃沙本身 那就是环球影城 那我身后的这个蓝色的大地球衣裳 上面用英文写它的名字 所有人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这个地球来合格影 这个地球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立体的字门 下面喷着水雾 所以照下来效果特别的好 可是这只是精彩 刚刚开始的第一小段 更多的精彩在这边 新加坡环球影城是东南亚首个 和唯一的环球影城主地公园 在这里总共将设有24个游乐设施和景点 其中18个是专为新加坡设计或改造的 我们走进这大门突然发现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童话世界 因为这个小镇所有的场景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浓浓浓浓浓的卡通味 因为所有的场景是根据很多部经典的卡通片场景来设置的 比如说怪物史莱克 还有马达加斯大 在里面都可以看到那几个主角 然后身后的这辆车 非常的可爱 而且非常的古典 它是一辆卖爆米花的街头小贩车 可是这辆车放到这里非常的响眼 很多人就在这里驻足留影了 我也要来留一张 好 现在大家顺着我的手 从那边看起来这么长 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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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追到它的圆头 咦 是什么 一直活的大熊猫 好像是功夫熊猫里面的主角 哇 原来好多人在这里排长队 为的就是跟它有一张亲密的合影 看它们笑多甜呢 原来在里面最明星的不是这些建筑 不是这些场景 而是这些活的卡通造型人物 看得我也很想去找一张可是 实在是太远了 有这些人要断戏 正直到这里 是内容 而是内容 每个月都会拨着 大熊貓 大熊貓 对于动画片迷来说 那可是明觉 还等什么隔个影吧 哇真的很难想像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一种变化移动物的 所有的食品 你看到它的小小糖果香 水杯 马克杯 各种各样东西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在这一面给我拿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呢 我想每一个做演员 或者是不管跟电影有关系的人 都特别想要的就是一个这个 那么现在 我自己拿一个 恭喜莎卡成为本年度 最最优秀的 假的奥斯卡女主角 登 在影城的街道上 一不小心就会碰到 一个好莱坞影片中的角色 出现在你面前 好吧 谢谢 拜拜 拜拜 不用拘束 尽管和他们打打招呼 甚至合影留念 那都是必须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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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现场的表演 台上的四位帅哥 你看看各剧特森 台湾就发现了 谢谢 谢谢 欢迎来到这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马达加斯加 这里呢 不知道你还记得那部影片 那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狮子 那个可爱的斑马 还有那个长进路 还有一只在哪里 在那边 他们全部在那边看吧 好可怕 修都高杂 我觉得 我喜欢某个事 他喜欢某个事 她喜欢某个事 我们许编 来吧 打来吧 来吧 打来吧 这四处都在产生 我们会想念我们窗户外的那些观众们的 两只猴子 第三只猴子 我想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我身后这个人他是谁吧 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太好看 但是非常可爱的 史莱克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他们的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怪物史莱克和他的妻子生活的一个大城堡 据说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了这里 不过这里面最最最最引人注目的 可不是他们的各种生活场景 而是一个4D的电影院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关于怪物史莱克的4D电影 到底是什么感受 我们无法用镜头呈现给你 只能告诉你 绝对值得亲自体会 在史莱克城堡附近 您还可以和片子当中的一些明星 来一个亲密接触 鱼子哪会冲到这种怪生 你把我当中是什么 够胆的话就不必怕我 你看有只小猫 小新斯莱克才有家伙 不过是只猫 不过是只猫 驴子 来啊 快过来 小猫鱼 快过来 小猫鱼 快过来 小猫鱼 不要把史莱克回来这里 快来 转啊 郑重要害 求饶吧 妖怪 我乃大名鼎鼎呢 蟹猫 剑客 现在是夜里 快要九点钟了 可是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 在夜间逛逛动物园 除了在你看到动物区 有光之外 其余都是 照他通常的夜间生活状态 在白天游游小新度 与电影明星来个亲密接触 近在漫风新加坡 我们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呢 由四大族群来共同组成 分别是这个华族 马来族 印度族 以及欧亚族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了 欧亚族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欧洲人和亚洲人 结合的后代 也就是混血了 在新加坡啊 各个族群都有自己 比较有代表性的街区 这些街区呢 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 比方说咱们华人的街区呢 叫做牛车水 而印度人的呢 则叫做小印度 之前呢 我们已经逛过了 新加坡的牛车水 现在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 小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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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虽然小 但是呢 它整个生活的场景 包括它的建筑 包括它里面所有东西 包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都是新加坡的印度族群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大的集市 你看在我身后 琳琅满目 而且好像色彩缤纷 除了色彩缤纷之外呢 我还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 跟印度有关系的生活用品 那么呢 现在让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像这样的 极具 极具印度特色的手镯 在这里呢 是五块钱新币 对 很多嘞 你看 来小孩子的 来到小印度 还有很多女士 有一项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那就是来画一画 她们的纹身 不过不要被吓到 这个纹身 不是真的给你 光光光光刺进去的 那种刺青 而是用一种 这样的植物原料 做成的 那种纹身原料 那么它给你画上去 很快地画好一个图案之后 你只要等到它干 然后这个图案在你的手上 可以保持大概一到两个星期 那现在呢 我决定花光刀了一块钱 看看她能给我画出什么样的图案来 嗨 这是给你 你喜欢这种 小花吗 对 小花吗 对 小花吗 对 我还不确定 对 这种花吗 这种 对 对 但后来干净后 它就会出现 然后它就会出现 好的 所以这个颜色是製造成的 我认为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 很自然的 非常自然的 对 很自然的 好 对 一朵 据说代表好运的小花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文身文化里面 有众多的图案 你看 这些图案其实有不同的意思 They also have different meaning No, I mean all the design have a meaning Now there's everything like a tattoo designer They want to OK 他说在传统当中呢 是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意思 可是到了现在 很多游客都会要求画不同的图案 他们也会根据游客的喜好 来帮你设计图案 比如说我这朵小花 我个人就挺满意的 Yeah So how long can you keep it? One week to eat One week to pan OK, sure 画好之后呢 可能大概过二十分钟 然后呢 他会说这个 看附着在上面的原料会自己干了 干了之后 他会自己起来 然后你不要轻轻的这样一搓 他就没有了 你都不用水洗 然后剩下那个图案 就会和他刚才手上那个图案的颜色一样 不是现在这么深的 感觉像是绿色一样 还是黑色一样 然后会变成一个深的棕色 那这个深色的棕色的图案呢 会一直持续 一到两个里 这个客人正在纹身 不过他纹的图案和沙卡比起来 那可是天差地比呀 他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更加复杂的一种花型了 你看我做的是很小朵的一朵花 而他做的是一个很巨型的 而且是在手掌里面的图案 不是 我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你可以试试 我要结婚了 因为他要结婚了 Let's go 原来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讲究 你看他手指上的这样深色的颜色 在第一指节的话呢 其实也是说婚礼上的女孩子都要有的 这代表着有很好很好的运气 真的是和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传统 这个就是未来的新郎官了 看他的样子 无论夫人闻多久 都会毫无怨言地挡下去 其实还好多东西在这里可以买到 比如说他们有木质的彩蛋 极具印度的花纹 然后他们的沙梨 还有什么呢 其实我看到最多的还是跟女孩子的装饰品有关系 也有各种颜色的手镯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印度人是非常喜欢装饰的 除了这样的话 更多的一些是金饰 待会在大街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金饰品 当然了 由于印度有着制作箱的丰富传统 在小印度 各种印度箱是少不了的 Saga就碰到了一个像他大力推销印度箱的商人 真会做 他们说世界上最能做生意的就是印度人了 你看这位老板那么热情 他告诉我他们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香料 是薰衣服的香料 但是呢 他说他通常售价在四块到五块新币 可是为了达成我第一单生意 我是精神最早的一个客人 他命远一块钱让我随便给 我就可以拿走他了 真是天生的生意能手 在小印度 你还可以逛逛各种木雕店 在这些店里 各种木雕和其他饰品琳琅满目 大部分的木雕都带有浓浓的印度风格 买一个自己心仪的木雕回家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印度最多呢 还有一个就是买花的花店 其实这些花呢 和我们普通的鲜花不一样 他们把它一朵一朵的 新鲜把它采摘下来之后 把它做成一个花环 而且不同的花环有不同的意思 这些花环用来干什么呢 都是印度人他们买回去 敬奉给他们的神灵 所以这条街上的这些花环的生意 都特别特别的好 每隔几步就有一家卖花的商店 印度人对花非常喜爱 几乎所有的商店 每天都要卖几串这样的金斩花环 挂在神龛上 然后熏香祈祷 清水洒地 之后才开门营业 对商家来说 这些花象征着财源滚滚 新加坡的美食 新加坡美丽的城市面貌 都等待着您 有机会的话呢 去拜访一下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 也差不多了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守候 明天中午12点 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 将会奉上更多的精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天夜云南眉 地夜云南眉 冰尘半热海 蓝天彩云队 蓝天彩云队 山夜云南眉 山夜云南眉 水夜云南眉 江河汤比雨 群沦尽随尾 三夜云南眉 水夜云南眉 山夜云南眉 水云南眉 水云队 水云南眉 水云队 尾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